渐渐的,无论是霍玉浩还是王东,他们都感觉到对方的身体似乎融住了自己的身体一般。 这种感觉实在是太美妙了,两人的灵魂似乎都随之开始升华似的。 就在这时,霍玉浩的精神之海中一股清凉出现,一个他十分熟悉的声音响起。 冤极这么好啊?不会吧! 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霍玉浩一跳,也让他从那奇妙的感觉中清醒了几分,下意识地就要放开双手。 那声音赶忙急促地道,快,不解,笨蛋! 霍玉浩顿时起了紧手臂,对于这个声音,他有着绝对的信任,因为他已经辨别出这声音的主人可不正是天梦冰残吗? 是的,天梦冰残,在沉睡了数月之后,竟然因为霍玉浩和王东的拥抱而清醒了。 不过,他很快又沉默了。 片刻后,他的声音再次于霍玉浩脑海中响起。 从现在开始,按照我的话去做,没想到啊,你竟然能够找到这个世界上与你的气息完全契合的人。 这真的让哥很难理解啊,不,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呀,但是你却就是做到了,这对你来说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机遇,一定要把握住,这会让你们的未来无尽光明。 霍玉浩下意识地在心中想道, 天梦冰残,我和王东这是怎么了?什么叫气息与我完全契合的人? 简单来说,你们现在的关系,就像是你们人类的夫妻一样,一边是阴,一边是阳,完全相同的两种气息,却各自代表着阴阳,彼此结合之后,就是一个完整的阴阳调和体,必然会迸发出极大的力量。 好像你们人类的婚师,管这种情况叫做,五魂融合吧,也就是说,你和你抱着这个小家伙的五魂,有着完美的契合度,而且,五魂融合也有不同比例的,一般至少契合度要超过百分之五十以上,才有融合的可能,而你们的融合却是百分之百。 而且让隔夜要震惊的是,你们之间,居然是三夫婚融合,这简直就不是奇迹,而是变态呀。 三夫婚融合?那怎么可能?王东只有一个五魂,叫做功名女神铁呀,我也,不是只有两个五魂吗?而且第二五魂究竟是什么都还没定下来? 人家有几个五魂,会全部告诉你吗?换了我,我也不会说的啊。 至于你自己,没错,你自己原来有一个五魂,我又给予了你一个兵五魂,这是两个。 可是,你还记得那灰色的小球吗?那个来历莫名其妙的家伙。 你别看他现在十分弱小,可我想尽办法都无法将他吞噬掉,他竟然也成为了一种诡异的五魂。 这家伙究竟是怎么回事?一个百万年的经验都捉摸不透,他似乎不能获得魂环,但他本身的灵魂力量竟然让我都觉得恐怖。 我也不清楚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如果他以后真的成为你的五魂,我也无法想象会是什么样子的。 可就是你的这个根本不能称之为五魂的五魂,竟然都和你包着这个小家伙融合了,要不哥,怎么会这么震惊呢? 那么说,王东也是三生五魂了? 笨蛋,当然是,你也不想想,就算是双生五魂,也不可能让自己在你们人类所说的魂环二十级的时候就能承受千年魂环的压迫力。 正是因为他有三个五魂,每一个五魂都在改善他的体质,才让他能够在二十级的时候就能做到拥有千年魂环这一点。 你抱着这个家伙,用你们的人类形容方法来说,就是那种晚年难得一见的超级天才。 霍宇浩万万没有想到,王东竟然拥有着三生五魂,难怪,难怪他在面对萧萧的时候曾经说过,一对一的情况下,萧萧绝不是他的对手。 难怪他有那么强烈的自信,才两环级别,可从未见到过他对谁流露出钦佩的情绪。 没想到,他的天赋竟然好到了这种程度。 哼,傻小子,你有什么可吃惊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也是三生五魂呢,而且别忘了,你的第一魂环,乃是史无前例的百万年魂环。 我可以肯定,在整个高罗大陆上,绝对找不到第二个百万年魂兽了,所以他虽然是绝世天才,但你才是独一无二,对自己有点信心。 就像现在,有着哥这个史无前例的智慧魂环在,就要让你们在五魂融合的时候,你来占据主动,放松身体,一切都交给我。 一边说着,一股清凉的气息已经瞬间从霍环号头部蔓延开来,传遍全身。 在那份清凉之中,他对周围的感知极大的提升着,就像是施展了精神探测一样。 房间内的一切都呈现为了立体状,而且还有着各种颜色的变换。 霍环号终于看到了王东身上颜色的变化,金色,蓝金色,暗金色,三种颜色交替闪烁,而他自己身上则是白色,冰蓝色和灰色,三种颜色不断变化。 正如天梦冰蚕所说的那样,他们的五魂契合度实在是太高了。 每当霍环号身上的颜色变成白色时,王东身上的颜色就是金色,然后冰蓝色对蓝金色,灰色对暗金色,三对颜色彼此配合得十分协调。 不过,当天梦冰蚕开始行动后,霍环号的眼眸就悄然变成了淡淡的冰蓝色,与上次帮他抵抗马小桃恐怖的凤凰火焰不同。 这次,天梦冰蚕只是将一丝力量注入到霍环号的精神之海中,并没有直接控制他的身体,只是引导着霍环号的气息开始出现各种变化。 渐渐的,能够看到霍环号身上的气息悄然变强了几分。 在这种完全不由自如的互惑融合过程中,一方的气息出现变化,必然会导致另一方也跟随着出现变化。 王冬身上的气息顿时跟随着增强了几分。 也就在这时候,一股强大的精神波动从霍环号身上释放开来,令霍环号和王冬两人同时一阵,几乎是同一时刻熏炫了过去。 两人的身体也倒在了王冬那扑着球皮褥子的床上。 天猛冰残,黑黑幻笑的声音响起。 嘿嘿嘿,起下来就看疙瘩吧,五魂融合也有主刺之分,总要占点主动,占点便宜才好。 咦,这个就王冬的小家伙,竟然是。 既然这样,那我就少占点便宜好了。 一丝丝冰蓝色的丝线开始从霍环号双手十指上徐徐飘出,飞快地将他和王冬的身体包覆在其中。 如果仔细观察就能发现,这些丝线竟然全都是由魂力形成的,而且绝对不是霍玉浩的魂力。 以他的修为,想要将魂力十指化,还差得太远太远。 渐渐地,相互搂住对方的霍玉浩和王冬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茧子。 天猛冰残也是残,残结茧那是天经地义的天赋本领。 霍玉浩和王冬的气息顿时完全被集中在那冰蓝色的茧子之内,不断地在他们彼此体内游走变化。 天猛冰残,得意的声音传出,成了,就让他们继续吧。 完美融合,百分之百。 三五魂融合,我就不信不把那灰色的梭头乌龟给逼出来。 有本事,你从乌龟壳里钻出来,和哥打着三百回合。 寝室内,重新变得安静下来,只有那冰蓝色的大茧闪烁着奇异的光泽。 在那茧子外,没有半分的魂力波动出现,而茧子内的两人,则睡得很沉,很沉。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这一天,是霍玉号唯一没有去卖烤鱼的一天。 萧萧等待了两人很久,都没见他们出宿舍,但就像男学员不能随便进女宿舍一样,女学员也不能随便进男宿舍。 无奈之下,她只得自己返回宿舍休息去了。 唐雅倒是拉着贝贝到十来个学员门口,就等着吃霍玉号的烤鱼。 霍玉号没来,他们倒是没有觉得太奇怪,毕竟亲身烤盒的赛制,他们也听说了。 每年赛制不同,今年格外的强悍啊,甚至他们还打听到了霍玉号三人在烤盒中的情况。 既然霍玉号没出摊,他们自然就是以为在烤盒过程中太疲倦了,所以他们也没想得太多,等了一会儿就回自己的宿舍去了。 没有吃到烤鱼,而失望的还不止是他们,今天姜楠楠也早早地就来排队了。 可惜,最终也只能是失望而归。 但是,他们谁都不知道,这一点对于霍玉号和王东来说是何等的重要。 同窗三个月之后的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就在这一天之间有了实质性的变化。 海神湖,湖心岛,湖畔。 不久前,还在进行新生考核的王岩老师此时就站在这里。 只是他脸上的神色却异常恭敬。 就在他身前不远处,一名头发乱蓬蓬的老者正坐在那里。 他的形象逐是有些糟糕,一身原本应该是白色长袍的衣服已经变成了灰褐色。 还有多处破损,头发也是乱蓬蓬的,未穿斜袜的双脚浸泡在清凉的海神湖水中。 右手拿着一个硕大的葫芦。 葫芦是紫红色的,不知是何材质。 他不时拿起来喝上一口,顿时有浓浓的酒香传出。 另一只手里,则抓着一只烤鸡,也不顾有你一口酒一口肉的吃喝的不易乐乎。 玄老,就是这样。 这几名学员,虽然年纪还小,又是新生,但确实值得注意。 哦,被称为玄老的邋遢老者吞咽下一口肌肉后,扭头看了亡颜一眼,令人吃惊的是,在其他地方看上去都很苍老,但一双眼睛却是格外的明亮,只是双眼居然是赤红色的,有种令人惊心夺破弯的感觉。 不过,他的眼神却有些散乱,甚至还带着几分茫然,似乎根本就没认真听王言的话。 本体武魂,倒是有点意思啊。 玄老喃喃地嘟弄了一句,他的声音有些沙眼苍老。 玄老,头发武魂算不算本体武魂呢? 玄老一边吃喝着一边说道, 沾边点吧。 那既然如此,蓝素素蓝洛洛姐妹,应该值得您注意,这两个小姑娘还能够施展武魂融合剂,如果又能与本体武魂沾边的话,未来的发展潜力应该很强。 玄老摇了摇头, 头发?不行不行, 你号称是研究理论的,对本体武魂的认知怎么如此差劲啊? 对本体武魂的认知 rods evet,